台湾的疫情在昨天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 其中年轻人的确诊率持续的上升 中研院研究员何美香就预测说 这个族群的确诊人数可能还会再上升 不过主要因为年轻人是社会的劳动主力 因此建议了企业应该要定期监测 像是以快筛检验来做分流 才可以在维护员工健康的同时 也维持企业的生产力 另外台大儿童医院院长黄立明就形容了 他说现在疫情热点好像在打地鼠游戏一般 多点爆发 因此他认为三级警戒想在6月14号解除 恐怕是不乐观的 台湾疫情3号在建新高峰 想在6月14号解除三级警戒 专家坦言有难度 因为疫情持续多点爆发有如打地鼠 观察期恐怕还得再延长一个月 病例数没有明显的下降 同时全国各地都有病例 所以代表整个社区很多地方都有病毒 专家认为疫情热点宛如地鼠般不断冒出难猜测 就怕全台多地蔓延 短期内防疫警戒要降级不乐观 再加上确诊者中年轻人增加 中营院研究员何美翔更预测 人数可能还会持续上升 这群受感染的年轻族群 虽然是以轻症和无症状为主 但却具有庞大的全部潜力 可能成为疫情再度爆发的中心 由于他们是社会的劳动主力 因此建议企业应该定期执行监测 以快筛检验并分流 维护员工健康同时也维持企业的生产力 防疫箱建议企业应该思考 如何建立快筛机制 才能在疫情下自保自救 更建言在年轻人施打疫苗 炫味没被提前之前 把国产疫苗拉进生产线 做临床试验同时 也能多少增加保护力 否则防疫原地踏步 疫情也终难止步 接着去成功的报道 接着去成功